4月30日在第129个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 河南洛阳老军山的6名皇位工人 换上礼服拍起时尚写真 其中4人已是花假之年 换装后的皇位工人更是每到同事都认不出 我们以往只知道我们是社会最低层 那春天都是东西比较脏 我们只要是收垃圾了 可是今天看到我们同时这么好看这么美丽 你们都认不出来 我也非常惊奇 想着我们虽然是山上卫生院 我们也有着美好的一面 也能向社会展示一下 如果我有机会 我一定也要去展示一下自己 据了解 这些皇位工人常年在高海拔的山区干着脏活累活 有的还要变身蜘蛛侠在悬崖峭壁上捡垃圾 这些行走在绝壁上的青道夫用神细命 为大家保持了一个优美的游览环境 把我管理区域打扫干干净净 懒根家有颗人的垃圾 我也把它下去把它试试 翻懒根怕婆带我们来说是小菜一点经常干 平时在这切磋都是麻麻连台 刷刷切磋麻麻地下 然后在这平衡广场捡捡垃圾 悬崖战道山顶连廊 这些皇位工常常工作的地点 便是换装礼服后的取景地 在拍摄写真期间 游客得知穿上礼服的主角是皇位工时 不禁赞叹照片拍得知 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比较辛苦 但是没有他们的话 就没有这么多游客来能看到 这么干净的老军圈的风景 以为是中老年人拍结婚照 后来听旁边人一说 说你们给皇位工人拍照表彰他 这个事你们做太好了 太值得了 特别是你看我们初次来 这个老军圈 一个景色美 又险遵又票 关键你们的设施 装卫生 确实太突出了 所以你们宣传它太值得宣传